泰国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泰老跨境铁路即将试运行 这就意味着一条铁路可以连通曼谷和北京 我们主岛的东南亚铁路圈又往前走了一步 它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可谓是巨大的 将有效对冲美国在地区的霸权 美国这边它也只能甘邓年无何奈何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美论评 泰国国家铁路局宣布 泰国曼谷和老沃首都外响之间的跨境铁路 将于7月13号或者14号试运行 一旦正式营运之后 旅客就能从曼谷渠道中老铁路直接到达昆明 而到了昆明之后 那就能随便到达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了 你比如说从曼谷到北京之间 就可以通过3300公里的铁路线直接连接在一起 当然了 我相信也没什么人会直接从北京坐火车到曼谷 但是它所能够形成的这一大片连在一起的铁路网铁路圈 这个就等于是连在一起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你看呢 要保证这个地区的稳定 开拓我们市场的新的蓝海 输出我们的产能 投射我们的影响力的话 东南亚地区这就是重中之重了 那么现在我们和东盟之间已经互相成为第一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我们的政治和安全利益正在逐步的趋于一致 所以我们就必须用各种方式建立紧密的关系 那么构建东南亚铁路网就是最有限的手段之一 这个搞起来之后 那可是一个负责后代负责百年的战略投资了 也是我们重要的战略资源 从经济层面上来看 像客运货运高速铁路啊 他们的好处呢就是直接可见 那有太多的数据可以统计可以分析 咱们在这就不多说了 而把中国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区啊 串联起来的铁路圈的真正意义 它就在于一个战略布局 它本质上其实意味着我们所主导的路权逐步的强大 和航空航海不同啊 这个铁路啊它有它的特点 两国相连的铁路 它就意味着双方关系的高度密切 彼此的影响力呢都可以投射到对方 铁路呢一通了之后 这铁轨是一致的 标准一致的情况之下 说明双方啊是高度的信任 那就直接密切了双方安全政治和行政关系 双方呢会逐步形成一个体系啊 一旦遇到什么事 能够彼此帮上忙啊 彼此搭上手 这就等于说在通过铁路 在构建一个地区的一个共同体 它具体的就构建起来了 它形成一个体系化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利益融合到一起 而且呢也能做到彼此的支撑 咱们假设说啊 当然只是一个假设啊 如果说老郭那边啊 遇到突发自然灾害 或者它国内的安全问题 只要铁路还能够通的话 那我们就能及时的投送物资和人员 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你要是用航空运输的话 那肯定都做不到了 无论是你的这个运量和你的频次 那航空呢还是没法跟铁路来比的吧 通了铁路之后呢 其实别人也能接受我们这个和平共处 双方共赢的这种 不涉及他国内政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啊 这个呢我们又有能力去救一下急 那可想而知 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人家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了 所以这么搞起来之后呢 这铁路网啊 它不光是我们的战略资产 也是整个地区的战略资产 美国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海权霸权国家 那它陆地上的事呢 它是不太容易渗透进来 现在来看啊 这个破坏东南亚的这个稳定 离间我们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 就是他们的一个战略部署啊 如果我们能够尽快的构建 东南亚的铁路圈 那么我们和各国的关系啊 那就不是这个美国能够随随便便 轻易就能离间的了的 而且因为大家的利益 全部是结合在一起了 你真想把它割开的话 那这个美国很难做到的 他们呢 有没有这种建设能力 能够为这些国家提供这种环境 和提供这个体系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美国是没有让东南亚国家 可以信任的政治基础 所以它也就只能干等言 连同多国的这个铁路圈啊 能够有效的对冲 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霸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